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学习未知词的方法 这是一个用几率统计来做自然语言学习的方法 原则上是简历峰在1996年左右提出来 97年 它是利用左右自由度的方式来判断是不是一个词 我刚刚把之前的C-Sharp程式拿出来 让它稍微简化一下 让各位比较容易看懂 我就把它写在这里 中文词汇学习法 已经贴到各位的社团上面 中文词汇学习法 这里有个专案 你直接下载 然后用这个指令去编译就可以了 但是你必须要进那个 微教studio的命令提示资源去编 好 那下载之后呢 你编译 然后执行 我里面有放一个故事档 这个故事档呢 基本上就是我写的小说 那就把这个小说拿出来当输入 那这个输入呢 进去之后你会发现 它找出来的词不见得100%都是词 例如说 来的 这他认为可能是个词 的钞票可能是个词 钞票是个词 是一个是个词 信仰是个词 一个他也认为是个词 那德国也认为是一个词 国家也认为是个词 那因为我这里放得很松 放得很紧的话 有些是词的东西反而不会出现 那放得很松的话 就是有些不是词的东西就会跑进来 那我目前只要左右各接两个以上 我就把它丢出来 那所以真正的自由度判断 你可以再弄紧一点 但是事实上效果也没有很大 除非你的语料库很大的时候 你就要弄紧一点 否则语料库小小的时候呢 其实效果就不会很大 那国王啊 国王氏啊 氏天神 天神呢 这样都跑出来 那你可以看到明显的天神 比氏天神好 因为氏天神呢 前后都是二 天神的前次氏后是三 所以他会 这个会比较 如果你要用严格的筛选 这个会比较好 那就可以把这个筛掉 但是当你把这个筛掉的时候 有可能一些本来是词的东西也会被筛掉 那像这样子 你会看到 OK 这是我们所筛出来的词 OK 这是我们所筛出来的词 那有些是词 有些不是 所以你要测试一下 那另外是建议各位呢 去抓一些文章下来 因为我这个文章有点短 而且它是我习惯的用语 所以有时候一些习惯用语 容易跑出来 那你可以去 比如说抓几篇新闻 把它放进去 那你就可以找到那新闻里面的词汇 所以我们的完整程式码就只有一个档 一个档 所以相对很简单 但这个 这个 这个程式原则上 它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然后呢 它有在做了一些过滤的处理 那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程式的原始码 是怎么写的 我们这个RIFREEMAP 就是在算左右自由度的 RRIFREEMAP 就是在算左右自由度的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是利用CountMap 这个东西在算 那CountMap呢 是一个Dictionary 词点 那我怎么放这个 怎么样子把一篇文章的 每一个词的次数都算出来呢 我们就是 你可以看到 我们先读这个文章进来 然后进来之后 它就RUN 就Count OK Count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文章输入 然后呢 把这个CountMap 回复输出 那输入的文章 我们从0开始 一直到文章的长度 然后呢 我们每次取得 六个字 六个字元 然后从两个字开始 一直到六个字 都去把这个词加到CountMap里面 加到CountMap里面 这样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这句话 好了 虽然不知道钞票是从哪里来的 它会 会分解成六个字六个字 虽然不知道钞 OK 这是第一种 好 那事实上它会这样算 它取出这个六个字之后呢 然后它会从虽然 好 算一个 算一次 就是虽然会被算一次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虽然不 也会算一次 然后虽然不知 也会算一次 虽然不知道 也会算一次 虽然不知道钞 也算一次 OK 这样子 是不是把六个字以内的所有可能 都算 好 那这样子 我们统计的结果 就会得到六 六个字以下的所有出现次数 那这样 这种统计呢 你再去看说 OK 那 最后 加加加加加加进去 全部都加完了之后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就 就用这个 get word list 这个 这个程式呢 去过滤 过滤 过滤 那 我们 count的时候 有一个 要注意的是 它 正向做一次 反向做一次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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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 Count Map Word Learner Count Map 这里 有一个 R Free Map 和一个 L Free Map 那 这两个 OK 它会去找出说 OK 每一个 它的 头字串 跟尾字串 然后 把它 加进去 OK 然后 再去计算一下 它这个 Count Map 里面 是不是它的 左自由度都大于2 右自由度也大于等于2 那 如果 大于等于2的时候 我才把这个 字串 印出来 否则的话 我就不要印了 那这个 get word list 是主要的 程式 码 那 count 是在计算 然后最后 get word list 是在过滤 好 那 所以它最后 输出的结果 输出的结果 这是故事 刚刚的故事 那输出的结果 会长这个样子 那你可以多试几篇文章 试试看 好 那各位可以 现在就去执行看看 现在就去执行看看 准备 请不吝点赞 词 请不吝点赞